茶蝎中文第53集 孙子兵法 朋友们好,欢迎回到茶蝎中文,我是Nathan。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茶蝎中文播客的话,欢迎。 在这里,我们用简单的中文聊有意思的话题。 从上一集播客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礼拜了。 最近没有做新的播客,是因为我生病了。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太舒服,喉咙很疼。 喉咙就是throat。 我去药店做了一个COVID的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阳性,positive。 于是,这个礼拜,我一直待在家里。 我本来想做新的播客,但是我的喉咙不舒服,不方便说话,所以一直没有做。 感谢大家的理解。 现在呢,我感觉好一点了。 我们来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今天我们会聊什么呢? 今天我会给你介绍一本书。 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呢? 因为我发现很多外国的朋友都读过这本书。 你觉得外国人读的最多的中国的书是什么? 你可能觉得是西游记。 你可能觉得是红楼梦。 我不知道外国人读的最多的中文书是什么,但是我问了一些外国的朋友,他们都告诉我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孙子兵法。 当然,他们不是用中文读这本书。 他们读的是这本书的翻译。 今天我就想给大家介绍孙子兵法。 这本书是谁写的? 这本书讲了什么? 外国人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会回答的问题。 你准备好了吗? 孙子兵法是谁写的? 你当然会说是孙子写的了。 其实,孙子不是这个人的真的名字。 就像孔子的名字不是孔子,而是孔秋。 我们叫他孔子是因为尊敬他。 孙子的名字也不是孙子,而是孙武。 孙武是公元前五百年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孙子兵法差不多是两千五百年前写的。 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中国这个国家, 而是很多小的国家。 孙武来自吴国,有人把他推荐给吴国的国王。 吴国的国王和孙武说话之后, 觉得孙武很聪明, 就让他带着吴国的军队去打仗。 果然,孙武带着吴国的军队很多次打败别的国家。 年老的时候,孙武不出去打仗了。 他在家里写书关于怎么打仗。 孙武死后,他的学生收集他写的东西, 然后做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孙子兵法。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写了什么。 很多人以为孙子兵法是一本很大的书。 其实不是,孙子兵法只有十三篇文章, 而且每篇文章都很短。 第一篇文章的开始是这样的。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大家如果没有明白的话, 没有关系。 因为这本书是用2500年前的中文写的, 所以不容易明白。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战争是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人是死还是活? 这个国家是有还是没有, 都跟战争有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战争。 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在第一篇文章的最后, 孙子说, 只有好好做准备, 才能在战争中获胜。 如果不做好准备, 就很难在战争中获胜。 多做准备就容易获胜。 少做准备就很难获胜。 不做准备就不可能获胜。 我这里就是孙子, 我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好好做准备, 就能知道他能不能在战争中获胜。 我们可以看见孙子真的是一个聪明的人。 从孙子兵法的第二章到第十三章, 孙子告诉我们怎么好好的准备战争, 怎么了解自己的敌人, 自己的enemy。 应该把自己的军队放在哪里? 应该用火还是用水来打败敌人? 怎样在山上打仗? 孙子用很短的文字, 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孙子说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敌人, 知道他们的想法, 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做什么。 同时, 我们自己要不停地变化, 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想法。 还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这句话说, 朝气锐, 昼气堕, 木气归, 善用兵者, 必其锐气, 积其堕归。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士兵们早上的时候精神最好, 力气最大, 下午的时候士兵就会累, 晚上的时候士兵就想回家。 如果一个将军, 如果一个general擅长打仗的话, 他就不应该在敌人精神最好, 力气最大的时候打仗, 而是要在敌人最累, 最想回家的时候跟他们打仗。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 我自己也是, 早上的时候精神最好, 吃完午饭, 下午就想睡觉。 现在我们来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知道孙子兵法这本书的。 最早读孙子兵法的外国人是我们的邻居日本人。 在孙子兵法这本书写完一千年后, 日本的学生来到中国, 他们把很多中国的书带回日本, 其中就有孙子兵法。 其中就有孙子兵法。 后来很多将军, 很多武士学习这本书, 把学到的知识用在战争里。 后来这本书也来到了今天的韩国、朝鲜所在的地方。 后来又过了一千两百年, 这本书才去了欧洲。 1750年, 法国人Joseph-Marie Amiot来到北京。 他来中国介绍天主教, Catholicism。 谁知道, 后来他在中国生活了42年。 他中文说得非常好, 也很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他把六本书从中文翻译成法文, 然后送去法国。 法国人很喜欢孙子兵法。 有人说Napoleon, 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这本书。 后来孙子兵法去了美国。 在West Point或者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学生们都会学习这本书。 我们可以看见孙子兵法不仅在战争中有用, 在商业、business上也有用。 在战争里, 我们有敌人, 有enemy。 在商业里, 我们有对手, rivals。 日本的Panasonic的老板说, 我们必须认真地读孙子兵法, 公司才会成功。 美国总统尼克松, Nixon在他的书里也说到了孙子兵法。 今天我问外国的朋友, 你读过什么中国的书? 他们的回答经常是孙子兵法。 我也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推荐你读读。 这本书被翻译成很多语言, 你可以读它的翻译。 中国人读这本书的时候, 也需要很多的解释, 不然很难明白。 当然我也想说我给大家介绍孙子兵法, 不是因为我喜欢战争。 在我做这一集播客的时候, 世界上不少地方还发生着战争, 尤其是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孙子兵法其实也不鼓励战争。 孙子说, 如果不打仗, 能让别人投降, 能让别人surrender, 这是最好的。 如果要打仗, 让别人投降, 这样就不太好。 今天的播客不简单, 我们会很快把原文放在网站上。 我们也会把这一集的其他的学习材料放在Patreon上, 给大家下载。 今天我给大家的问题是, 你读过孙子兵法吗? 你读了这本书, 有什么想法? 如果你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的话, 你也可以告诉我, 你读过什么中国的书, 你喜欢吗? 那么今天的茶蝎中文播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Nathan, 我们下次再见。 这个电话中文播放在Patreon上。 这就是电话中文播放在Patreon上。 我们想让我们的中国语言语言诚中文播放。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频道用, 请订阅我们5-star rating 在Patreon上或是Apple Podcast。 找到更多的电话中文播放在